这么不小心啊 上次我见你的时候啊 我们之前见过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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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院长 我的脚没事吧 放心 小问题 郑院长已经在里面了 我劝你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儿捣乱 那郑太太怎么进去了 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郑太太 郑 你怎么来了 走走走 有事回去手 走走 你要办的事办好了吗 放心吧 引线已经点燃了 后面 就等着它 爆炸 你说 大庭广众下 直接从马上摔下来 只是受了轻伤 会不会太拖意一点 我警告你 在她继承基金之前 你不许动她 就算我现在不动她 那个郑太太 也一定会动她 姐 我们聊聊吧 米欧 米欧 有夫之妇还去勾引别人老公 你可真够不要怨 张太太 你什么意思 给这个贱女人点教训尝一尝 你不是怀孕了吗 怎么还这么能打 现在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吗 你勾引我老公 还怀了她的孩子 谁估计你老公了 谁估计你老公了 你有什么证据 你不是要证据吗 自己好好看看 还有 这红色的车子 是不是你的 车确实是我的 但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你别跟我狡辩了 这车子 明明是我老公买的 你这照片是从哪儿来的 有没有原始文件 你别跟我废话 如果我确实能证明 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你刚才伤我那一巴掌 怎么算 你少想骗我 车是赵斐然给我开的 我也在查她出轨的事情 你到底是想知道真相 还是只想找个人撒撒气 是一个叫M的人 发邮件给我的 照片是看不出来什么的 但原始图片 是可以明显看出 有拼接的痕迹 你看这儿 这儿就不对 还有这张的脖子 颜色很不自然 还有这里 对吧 每一张都有 到底是真是假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上次在骑马场的休息室 是赵斐然带你过来的吧 是又怎样 当时老郑对你那个态度 还不能证明你俩有事吗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郑院长为什么要那样跟我说话 哎呦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 我们之前见过 不重要 不重要 如果你还怀疑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验孕 是去你们利德医院 还是别家医院 当然要去别家医院 难道要去我们自己家医院 丢人现眼吗 好 我告诉你件事情 上个月八号的时候 我因为车祸去医院就诊 看到过郑院长去你说的 别家医院挂号 而且挂的还是妇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已经把线索给你了 我相信你郑太太的能力 应该能调查出来 你之前也说 在查你老公出轨的事情 我收到有人发给我的短信 就像你说的 有人发给你照片一样 只不过我觉得 这些都是转移注意力的烟雾弹 赵斐然和你老公 可能合谋栽赃给我 就是为了隐藏 真正的同谋 所以我们女人才更应该团结 你突然挂了电话 我还被你出事了 你还挺关心我这个盟友的嘛 确保你的安全 是我这个盟友的责任 我还会把你打开 镜子上米下的指纹里 提取出了能导致马发狂的粉末 果然是他 姐 我虽然都不知道 你还会马术 郑太太刚才跟我说 有一个叫M的人 给她发造假的照片 诬陷我是郑院长的小三 我怀疑和操控检验的M 是同一个人 这个M 为什么要三番四次地 想要暗害你呢 赵斐然 参与了和郑院长的合谋 而且他身上有米下的香水味 米下又在管理度假村 结合刚才的报告 你觉得这个M是谁 豪门果然没有亲情 赵青岩和赵斐然 是亲兄弟都明争暗斗的 更别说我这个继妹了 可他为什么就是要杀你呢 无非就是 情和力呗 这是赵斐然和同谋会面的时候 留下的 我想再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米下 你上次给过我们夏的头发 我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郑太太那边还没动静吗 管她动不动 搞定了郑院长则是关键 晚上签完合约之后 咱们好好聊一聊 我给你发地址 我问的是米优的事情 谁把你签不签约了 郑院长 您来了 咱们是先喝酒 那我还是先签约 来 喂 喂 米总 有您的花 酒店 这个赵斐然还真是 签什么签 你看给我办的好事 怎么了郑院长 怎么了 我老婆派到我出轨的证据 现在这跟我闹离婚呢 我的身家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这怎么可能呢郑院长 怎么不是计划得好好的吗 要是我被谨慎除库 我已饶不了你 你这位长 都到了还打什么电话 你谁啊 整得挺漂亮啊 这次前面没白花呀 出去 怎么 怕生啊 来 先陪我洗鸽子啊 别碰我大不出去报警啊 都会有老子的 你知道老子谁吗 走 你去哪儿了 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啊 赵斐然你个王八蛋 你发什么神经 你找人在酒店搞我是吧 我喝的都黄了 哪有哥夫搞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心情不好 又来找我喝酒 怎么了 郑太太来找过我 她又找你麻烦了 我查清楚了 确实是冤枉你了 结婚这么多年 枕边人和自己同床一梦 这滋味不好受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只想着离婚 让那个混蛋 净身出户 这个社会 总是对男人宽容 对女人苛刻 离婚一定会有很多阻碍 不管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想我怎么补偿你 不用客气 我只是不喜欢 被别人当枪使 好 我明白了 怎么样 那郑太太安排的戏 你可还满意 我从来不觉得 抱负能抹平所有的伤害 有时候我真的看不懂你 霹雳手段 有菩萨心肠 家庭和婚姻 应该是爱的代名词 可从事宜到现在 我只看到满目狼藉 充满着猜忌和欺骗 随之而来的报复和算计 填满了人心 这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哪怕终究孤单一个人 我也不会向虚伪的婚姻妥协 你怎么会孤单一个人呢 你还有我这个盟友 来 那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我只想尽快离婚 关于你的事 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的事情先不着急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 你让我查的米霞的头发 跟你在酒店发现的那个头发 对不上 不是同一个人 酒店的红发 是假发 也就是说 赵斐然的同谋 不止米霞 还有另外一个红发女子 看来 他也是造成我车祸的嫌疑人之一 赵总好 赵总好 大哥 你们来这干吗 这是我公司啊 赵总 你也知道这是公司 欠我们的钱 这时候该还了 这栋楼都是我的 你还怕我没钱 大哥 三千万了 你起码给我点时间呢 是不是 可以 我们就在这等着 一天 两天 三天都可以 回头在这搬个床 晚上我们就住这 少过来什么 没有 你们不让我好 你也别吓了 今天你要是给不了的话 我就联系你家人 堂堂其中集团 一定会有钱的 哈哈哈哈 哎呦 可我给你开玩笑的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老婆有钱 你给我 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就三天时间 我连门大力全还给你 啊 好不好 行吗 就给你三天 谢谢 谢谢各位兄弟 谢谢 你这个白家子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你大哥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会打死你不可 妈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大哥知道 反正这钱对咱们家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就帮我还了呗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们夫妻俩 自己解决 妈 你们帮我还钱 三天之后我就死定了 你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瘦 今天在我办公室又打又砸的 还又打又砸 啊 最近小心 赵飞燃还赌债 想打你赴赢 言 你继续言 你就这么看着你老公遭罪的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欠的赌债 你还是不是他老婆呀 这男人就是女人的天 天都要塌了 你还坐在这儿 不管不顾的吗 就算天塌了 我也没有三千万啊 站住 你妈 不是给你留了几个亿的基金吗 拿出来 凭什么 赌债不算夫妻共同债务 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好吗 妈妈妈 好了好了 妈你就别难为米优了 她不是不想帮我 她那个基金要到二十七周岁之后 才能继承 这还有三天呢 早一天都不行啊 反正这钱 以后都是你们夫妻俩的 你 三天之后 继承了基金 就帮斐然把这钱给还了 平时对我百般挑剔 恨不得把我赶出家门 现在还想用我母亲的遗产 你们想的也太美了 不怕告诉你们 离婚协议说我已经拟好了 我母亲的基金 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你 你 妈 妈 妈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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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斐然 这次麻烦大了 呦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牵连米欧 赵家的事情我不关心 但我不会让米欧受伤的 诚哥 你是不是有点越陷越深了 就算是你遇到危险 我也会同样保护你 别别别 我不配 行了 不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 土了 哥 带我来这干嘛 三天时间到了 赵公子 我们带你兜兜风 散散心 看看你能不能把钱还了 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老婆有钱 再给我 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只能把钱全还了 麻烦催一下你老婆 如果你今天还不上 哥 吃着干嘛 如果你今天还不上 我们可就要失业了 没钱吃饭 只能吃土了 有钱有钱 有钱 哥 有钱 我打个电话 你给我时间打个电话 这就是你继承基金所需要的流程和细节 一定要注意日期 谢谢 老婆 老婆 你在哪儿 我在黄律师这儿 你在办理继承手续对不对 老婆 我想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快拿钱来救我 他要把我的手机一个一个掰断 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你以为你在演港片啊 等等等等 等等 真的 快救我快救我 行 那你等着吧 都听见了吧 我老婆马上就拿钱来救我了 大哥 咱可是正规公司 这样是不是不合法啊 不用理他 那个谁 那个谁 我饿了 给我交个外卖 再给我点杯奶茶 去文堂取冰 是我点的水果瓶盘到了吗 老婆你 老婆你终于来了 他们车里把我给弄死了 张太太你终于来了 我们可没有对她做任何事情 老婆 钱贷了吗 让我帮你还钱可以 你先把离婚协议签了 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啊 我发誓我再也不读了 别废话 你要不签 就继续留在这叫外卖 我走了 对对 老婆 你真的把这金给寄上了 要不然我今天干嘛去黄律师那儿 你 老婆 今天是你生日啊 我陪你过完生日再见啊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以后都不要再见到你 既然已经继承了机器 就算离婚了也得分我一半 我不亏啊 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 把钱打进了还款账户 这是银行流水 你们看一下 钱已经到账了 老婆 你把钱都已经还了 老大 没问题 赵太太 真是爽快人 别叫我赵太太 从此以后 我跟赵家无关 老婆 两清了啊 哥 我走了 我再也不走啊 起来 哥 赵太太太 你赶紧原谅我一次吧 这是干嘛呀 兄弟俩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的 非要动手 我们兄弟来的事 你别缠祸 嫂子 宁轩人哥 他刚把我打死的 非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好 你赌我倩倩 我们赵家还得起 你倒卖公司的药好 我当你想干一番事业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你竟然为了赌债 跟米欧离婚 真是没救了你 我那怎么办 妈妈给我钱 你又不管我 我只能去找米欧要 我又不傻 离了婚 仅仅有我一半 得跟米欧离婚了 你这三千万 是我给你还的 怎么可能 我今天千眼看她去 皇礼身那儿寄承基金 她骗你的 她是来找我的